光渊周六空降之后一口气放出八级引起了一阵讨论 观众纷纷下场开始审判剧情 一时间张星成的装造另类的演技和傅星伯见家的外形扑面而来 在观众还没时间体会剧情的时候 装造和演技是最直观的评价标准 一时间光渊的口碑还未起飞就一路下跌 连那两位主角的演技和外形都被朝上了热搜 可经过两天时间的口碑发酵 诸多观众看完了全八级 光渊的口碑和热度居然开始反转了 甚至以黑马姿态杀进了上位圈 首先是播出当天的为止 光渊凭借空降的热度一瞬间搜索指数 呈指数型暴涨 再然后是百度指数同时更新的 星落宁成堂 虫子和光渊三部剧中 虽然光渊的指数排在第二 却是唯一一部呈上升曲线的剧 电视剧光渊的超话被迅速建立起来 两天过去累积了七千多粉丝 位列超话第六位 数据背后的改变充分说明了 口碑的发酵和观众评价的上升 让光渊口碑开始反转的导火索 开始一个吐槽视频 昨天 B站著名大V老行吐槽了光渊 之后立刻迎来了评价的反转 看过剧的观众纷纷表示 评价太过偏颇了 纯粹是为了吐槽而吐槽 充满了攻击性 这一刻喜欢这部剧的观众 纷纷出来充当自来水 优质评价中不法有理有据 言之有误的 看得出来是真的认真看剧了 如此一来 光渊这部剧的口碑 从今天开始正式迎来了上升 甚至观众们自称圆主 开始了热情催更 光渊的口碑之所以能翻身 简单来说就是四个字 尊重圆主 照着圆主实拍 真诚就是打动观众的必杀计 光渊改编自Prist 圆主默读 讲述了双男主携手破案 并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 圆主中最大亮点 除了两位主角性格绅士的塑造 就是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案件了 改编自这样一部内容足够详实 案情足够力气的原著 忠实原著拍出精彩的案件 是最聪明的做法 显然光渊的导演和编剧 也是这样做的 除了开头15分钟 披着赛博科幻外衣的 创造出了一个能过神的世界之外 其他案件的剧情和人物 几乎没有做太大的改动 也是因为科幻背景的设定 反而让这部剧拍摄边界 更宽了一丢丢 第一个案件 作为影子 引出了一众人物的纠葛 实话说 节奏还是太慢了一点 尤其是探案部分 纯靠口术和心理学推测部分 太多 少了探案情节中 抽丝剥茧的快感 导致新两集略显无聊 也是光渊最初 差评较多的原因 但之后的剧情渐入佳境 案件之间开始展示联系 一环套一环 原著的精髓 逐渐开始被体现出来 原著中每个案件 都为一个名著人物与之相呼应 熟悉这些名著的人 也就能够从书中 窥探到凶手扭曲的心理 剧情中 虽然没有直接用名著的名字 命名案件单元 但是保留了这点线索的呼应 低暗的凶手 人物扭曲成长的经历 与收集匹 对应了红与黑的主角 于莲 这点就裴素的口说了出来 原著中 情趣一发之际 裴素利用自家电视台 在大屏幕上 阻止凶手自杀的情节 原样拍了出来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剧情居然是实拍 除了原著中的凶手的恐怖小屋 里面装满了 收集匹的各种纪念品 还原原著的处理 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处理手法 这个情节 让本来已经结束的案件 有了恐怖的回味 因为剧情 埋下了阴沉的基调 书中 这本来也是第一案的高光时刻 剧中仿佛是从这一天开始 光源开始低开高走 一路狂飙 从第六集开始 开始第二个案件 这个案件在书中 都算是惊世骇俗 令人看过 舅舅回不过神的一个 如今 居然原样还原在了一路上 这就是三代厨迹 杀人事件 这个案件 从小姑娘差点走势开始 引出本剧第一个热搜台词 传闻 穿碎块裙子的小姑娘 容易被拐走 而洛文周则说出了 不应该让他们怕穿碎块裙子 不然要我们干什么 案件开始后 出现了很多 让观众身上腺素飙升的飙车戏 原著中 警察解救受害人不及 遇到了裴素和一群富二代的 跑车俱乐部 于是 裴素带领一群少爷们 开着百万的跑车 一路追击 拦住了嫌犯 追回了受害人 这一段几乎完全 还原了原著中 紧张刺激 很少能在国产剧中 看到这样流畅的飙车戏了 而这一段 张星成的演绎 带一点疯批 带一点笃定的自信 给剧情加了很多份 福星博在这一段 打戏中的表现 多少挽回了一些 他形象方面的不足 尤其是打戏设计上 颇具巧思 善于利用环境中的 道具设计动作 利用KTV中的蛋糕 和香槟作为道具 动作流畅丝滑 具有设计感 这几段的设计 在近几年的国产剧中 很少见 看得出来 剧组用了心思啊 第二案 是原著中 颇为诡异的一案 这一点上 剧情居然也还原出来 第八戟中 布娃娃 碎化群和八音盒的异象 虽然不是恐怖片 但想到凶手扭曲的 心理癖好 这一段 有种细思极恐的良意 广渊令人欣慰的一点 是没有可以脉腐 而是忠实的 想把原著拍好 这份心思 自然传递到了观众 这部剧 如果不可以看两位男主 当成一般性争取看 就足够好看 希望继续看下去的观众 突然发现 八戟之后 怎么没了 广渊这部剧 后续更新 如同空降播出一样 突然出现 突然消失 光源没有追剧日历 没有下一集预告 没有官方拍摄花絮 观播没认证微 剧超还没审核过 观众大概是没见过 这样的场面吧 打电话过去问客服 居然被送了三天会员 可是剧不更新 要会员有什么用呢 杳无音信的播剧 让观众开始自称冤重 描述自己入了坑 又看不上下一集的 委屈心情 毕竟光源不仅仅 只是没有更新消息 是真的毫无排播计划 尤其是卡在第二案中间 让观众抓心脑费 这样的作用下 观众甚至看两位主角 都顺眼了不少 开始夸赞张星成 吸引你的演技 复兴播客圈可点的 原生台词 诚然 这可能是酷的营销策略 先以后扬 饥饿营销 但这也要观众上钩才行呀 一部剧 剧本 剧情永远是第一位的 用心做剧 观众看得见 你看光源吗 你觉得这是平台的播出策略吗 对吧 感谢观看